有了这套新的教材书 现在上课更方便了 大家的学习也更积极了 来看看我们的线下教学一个情况 视频有点长 大家一定要坚持看完 一定会有收获的 里面这里有很多树可以练 你把这个 把这个树里面的都是练好的 每天在家里练 就可以了 要画松鼠 松鼠要画 每天搞得多 慢走起来画画 我觉得这个结巴多的时候看似好看 就会画画 先练这个简单一点的写 对着这个去练习就可以了 前面的这个 你把前面那个线条练好 练好以后再练这个 肯定是没问题的 那如果你再有问题 其实就是线条没有练好 比如说前面这种线条 这种线条 就是空笔能力 你还做得还不够好 如果你真的把这个 这种各种线条 做得好的话 直线和曲线做好的话 肯定是不好的 比如说这个 这种线 直线 曲线 曲线 这种动作把它做好 曲线 这种光滑的线 这种有点 这个都是要练的 就是我们前面的限制训练里面 一定要做好 这个曲线 嗯 嗯 跟着去 哦 这个书好看 嗯 嗯 这个书好看 嗯 这个书都不难 这个书算是上个 嗯 不难 主要是要把前面这些线条 特别是这种曲线 这些线条要练好 或者这种波浪线 要锻炼提按的练习 线条提按的练习 当然我们肯定要先从直线开始 然后再这个曲线 各种线条 然后我们这个韵饼 然后这些水纹线 这个祥纹线 你这些线条练好以后 你才能够 才能够去练后面这些 像这个枝 我这个都按照这个顺序 从最基础来连基础 开始慢慢地讲 然后再去慢慢练 去连这个一克一克的水 然后再去掌握这个树的生长规律 你得把这个树的生长规律体会 然后做生中有树 就是找到它的规律以后 然后再去慢慢练 练这些线条 然后再去拎后面 比如说这个就很重要的 这个练习 这个节奏练习 如果你控制不好的话 这些线条就没劲 该快的快 该慢的慢 要做到这个 就是这样的最基本的用笔 该快的再要快 当你这个线条 还有这个空笔能力 达到以后 然后再熟悉这个树的一些规律 那你在画的时候就很轻松 比如你画这个小树枝 齐笔 你还要有这种控制力 就是 这个空笔能力 你不要停留在那种描 就是看一笔描一笔的那种阶段 看一笔描一笔 就是你看的时候可以好好的看 看明白了以后 然后你下笔的时候要做到心中有树 你画了一个树 你就要做到心中有树 就很直 那这边是直的 那这边下笔就不能够直 嗯 就是要有一些曲线 这边是曲线 就是你看 就直的线 就这种光滑的 这样 它这样的话它就有变化 然后这里有结 这种撑线 稍微比较快 都是这样的变化 这样的话就画这个树 最容易 那画小枝 小枝这个接着点钝笔 这是规律 就是 就是你怎么 不用看就知道它是怎么回事 你找了这个规律以后 它怎么画它都是 都不会错 那这个就是 那里面分叉也是一样的 嗯 嗯 只要照着这个树上的垫 其实是很容易的 嗯 然后再慢慢的去 从简单到复杂 慢慢掌握这个用力的节奏 然后再去拧摸 拧摸 拧摸各种树 啊 包括这种树叶 各种树叶的画法 啊 各种树枝 嗯 包括这个树叶的排列组合 啊 怎么去 我这个书上面写得非常清楚 啊 里面包括这些里面 都有标注 用什么样的力量 方向 节奏 嗯 这个运笔的就 嗯 都有见到标注 所以参考这个书 可以 很轻松的去 去练习 当然要反复练习 如果来看一点就会 感觉做不到 嗯 然后慢慢的 找 找到这些 嗯 这是最基本的一些东西一步 嗯 然后再 再去拧摸 后面的 比较稍微土窄一点的树 啊 然后在这个 嗯 在这个点 把这些东西 就是把树的各部分都都已经 嗯 练习完了以后 嗯 所以什么树都 就不会有问题 什么树都可以画好 嗯 所以就是 只要把这本书的内容 好好的练习 你撒什么树 这个三十块 就学起来 就没那么难 但是这个都要花精力 花时间去练习 后面就可以 就可以自由地 随意地发生发了 嗯 当你把前面掌握了以后 你在这边这个时候 你就不会死灵 就不会看一柄 领一柄 你就会看一下大概的 因为里面的一些结构 你都知道的 你按照这个 按照我们的 这个教育学前面的这个理念 然后掌握这个树的规律 去画就可以 不然的话 你这个天天这样描 天天描 它总是 总觉得 怎么灵都灵不灵得下 其实就是 要掌握它的规律 它就是用笔的这个节奏 按照这个 通过我们用笔的节奏 那就 根据这个树的生长规律 去 去画 去灵 就它那灵的是灵的好 包括这个松树 就是它后面就是 这个松树在三十块 比较难的 所以你看它后面就是画这个松树 松树 还有柳树 柳树也比较难画 还有橘子 画完柳树就可以画竹子了 所以这个 你 通过 临摹这本书上的内容 就可以 基本上就可以解决这个 三十块的一个树的画法 竹子的画法 最重要的是前面打好基础 后面才好 前面没打好基础 放就好了 这么好的一种树 我刚看到你这个画的 你这个线条都不流畅 都不流畅 画的是 就是这个线条 该快就快 该慢就慢 你为什么会有时候做 做不到 就是因为你 你要边看边画 所以你会犹豫 做不到心中有数 就是因为你对这个树 还不够很了解 就是这个树 就是总怕画得不像 其实不需要画得像 你只要画得像一个 合适的树枝就可以了 不需要去跟那个圆桌一样 一模一样 你也画不到一模一样 所以是 我们自己重复画也画不到一模一样 所以你跟着我这个 零本零的时候 你只要 按照这个道理去用笔就行 直线对曲线 曲线对直线 这样就行 这样的话 你画起来就会轻松很多 我们要的是要把这个树 这个画法掌握 而不是为了把这棵树画好 你讲到这个 这个道理以后 那我们在学的时候 零的时候就会轻松 就不会说盯着它 每一笔去看一笔 画一笔看一笔 你就按照这个道理去叠 那你要画直的就画直 画弯的就弯的 所以这个基础才是最重要的 今年对吧 嗯 明白了